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米兰的一位华人建筑师 去年疫情期间,我突然想要制作一个关于米兰大教堂多目的视频 因为兰米兰的所有人都会来看一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教堂背后的故事 在宅家一年以后,我决定出门拍一下教堂的外景 完成这个心愿,现在让我带你开始这个艺术的旅程吧 来过米兰的人,相信都会体会过米兰大教堂多么的壮观 都会惊叹于它的美丽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图温去过欧洲和中东的很多地方旅行 他在看到多么后写道 太精彩了 如此雄伟,如此庄严,如此伟大 而又如此精致,如此空灵,如此优雅 那是一个坚实的固态的世界 然而在月光下,却像是幻想中的阿拉伯式花纹 随时可以消适 那些装饰着天使的光洁的塔尖 那些此起彼伏的尖峰,在天空中显露 而他们的阴影则落在洁白的屋顶上 如此景色,简直是奇迹 这是用石头唱出的颂歌 是用大理石雕塑的诗 那么这个教堂到底是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原先在中世纪早期 这里有过两个教堂 Santa Tecla和Santa Maria Maggiore 还有他们各自的礼拜堂 1353年,因为教堂中塔的倒塌 正好把Santa Maria Maggiore的利面损坏了 大主教Antonio da Saluzo 发起了建造一个更大更壮观的米兰大教堂的提议 这也振合了当时的米兰公爵维斯孔帝的心愿 他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更大的教堂来展现他的势力 1386年,在东边的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的位置 开始建造新的教堂 而西面的教堂Santa Tecla和礼拜堂 被拆除用于教堂前的广场 据说当时米兰部公爵 吉安·加莱雅佐·维斯孔帝 决定资助米兰主教堂的建造 是源于他的一个噩梦 在梦里,他见到了恶魔 恶魔要求他以恶魔的名义来建造一个大教堂 梦里有着无数令人惊喜的画面 可怕的生物 各种罪恶和地狱的火焰 为了救赎他的灵魂不进入地狱 他决定要建造一个最大最雄伟的主教堂 这个教堂应该非常神圣 但是也要出现可怕的恶魔 这样他才能获得平静 今天我们看到教堂里面上各种凶恶的动物和鬼怪 中世纪的人相信可以用这些恶魔来把邪恶挡在教堂之外 具有保护的作用 这在建筑上被称为滴水嘴兽 是建筑输水管道终端的一种雕饰 作用是把屋顶留下来的雨水通过嘴上的孔洞排出 滴水嘴兽常被用来警告世人 世界末日将近 他们应该尽量多地去教堂 我们今天看到的多谋永远都是有一部分在维护 建造教堂的粉色大鲤石非常漂亮 里面有石鹰 但是还有黄铜 当黄铜和空气中的戒指在潮湿环境下反映以后 会层层剥落 另外铸铁的构建和石材连接的地方 由于长时间以后生锈 造成连接处变大 石头开裂 所以需要持续地进行维护和更换 当然还有因为空气污染 酸雨 道路和地下铁的震动造成损坏 为什么14世纪的时候 会想要用这种大理石呢 当时伦巴地的建筑都是以砖石建造的 如果在米兰城里走一圈 会发现罗马式的教堂 中世纪的城墙等遗迹 都是用红色砖石建造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地理原因 因为米兰是欧洲唯一一个不通行的大城市 在中世纪 由于米兰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地位 1179年开始建造 从米兰到Dicino的运河 连接西北部的 Lago Maggiore大湖 用来取得北部山区的石材和木材 按照伦巴地的传统 最初新教堂也是打算用砖石材料建造 但是欧洲的其他很多重要的城市 像是英国、法国 都是用大块的石头来建造教堂的 所以资助人米兰公爵维斯孔地 决定使用十几公里以外的 Candoria矿区的这种粉色的大理石 并用当时流行的歌特石来建造 后来他的家族将采矿权交给了大教堂工厂 并且允许免费运到米兰 石材的运输是通过水运的方式 从矿区到达米兰 全长大约有100公里路程 运输工具是很平的木船 长25米、宽5米 最多能运60吨 从矿区到达米兰大约需要一周 这些石头会通过城内的运河 被运用到教堂东南边的 La Ghetto di San Stefano 这些石头上会有标识 EUF是拉丁语的缩写 意思是用于建造大教堂的免税商品 这个教堂建造的过程 有时候非常快速 而有时候因为缺乏资金而暂停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正立面的纠结 当教堂建设到16世纪末的时候 哥特市已经是过时的建筑式样了 当时出了很多方案 在风格延续和重塑之间徘徊了很久 1391年 由于担心教堂的结构问题 加勤查的数学家斯科纳罗科 被邀请来设计确定教堂的横向扑面和高度 他进行了细致的几何学和宇宙学研究 因为他还是一名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设计图中 使用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横向的魔术为16个半妥长度 大约为9.5米 竖像的魔术为14个半妥长度 大约为8.3米 妥是平身时候两手之间的距离 半妥长度为59.49厘米 1392年 建筑师贝尔特拉米将设计改为 下层保留横向16竖像14的魔术 上层则放弃了等边三角形 而是使用了横向16竖像12的魔术 也就是著名的毕达哥拉斯三角形 这种三角形 后来被法国的LeLuke称为埃及三角形 也就是3比4比5的比 之后的建造过程中 也有很多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格 进行的理念设计 比如1580年 在圣家路鲍戎茂为主教的时候 有晚期角式主义建筑师和画家 贝拉格里诺·迪巴尔蒂设计了 这个理念上有两层高的 克林斯柱头的巨柱 顶上带有细长方间碑的主理念 但四年以后主教逝世 新的主教放弃了这个方案 不过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多么附近 看到这位建筑师的另一个作品 圣费德礼堂 再比如17世纪中叶建筑师 卡罗巴兹这个非常细长的理念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教堂 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这个设计 比如下面的门和部分的窗户 山墙顶上被细碎的花纹装饰打破 比较明显不同一点 可以看到两边有和中间塔顶一样高的钟楼 虽然大教堂各种版本的理念有很多 但是到19世纪初 正理念还是专强 1805年 由于拿破仑要在这里加冥 于是他命令急速完成多么的正理念 当他在教堂内受免称王的时候 教堂华丽的立面已经完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立面下层的窗户是巴洛克式的 而上层是19世纪新歌特式的窗户和尖底 1960年 米兰主教堂最后一扇同门就位 欲经五个多世纪才完工 二战时期 罗某一度被损坏 今天我们还能在青铜的大门上 看到轰炸之后遗留的印记 罗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在屋顶上走的教堂 屋顶上的金色圣母雕塑是米兰的标志 完成于1774年 高4.2米 全身镀金 用了大约7000张金箔 这是城市的最高处 高达108.5米 因为圣母一直都是非常显眼的 二战时为了不让轰炸机以此为目标 于是曾用防水布把圣母包裹起来 在屋顶上 可以看到3400个雕塑 有传说中的圣人 也有过去的君主等等 由于建造的时间很长 所以不一定所有都是古代历史中的人物 也有20世纪时候的人物 如20世纪30年代 意大利著名的拳击手形象 在金色圣母 在金色圣母Madonina附近 你可以找到两个拳击手形象的人 他们是Primo Carnera和Alminio Spalla Primo Carnera是在1933年首位获得拳击世界冠军的意大利人 体型非常硕大 绰号步行的山 镇里面中间的大门上 有一个类似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石雕 这个女神像 由Camillo Bacchetti创作于1810年 代表新约 她的右手拿着一个酒杯 正献祭给耶稣 左手怀抱着十字架 而雕塑的另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神像 代表着旧约 美国的胜利女神创作于1885年 也许创作者是在看到这个雕像后产生的灵感 既然我们说到 教堂建设了500多年 那建立教堂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 是维斯孔地家族免费提供了教堂的材料和大量的资金 邀请了欧洲各地的艺术家 我们前面提到过最初的资助人 是米兰公爵 吉安·加莱雅佐·维斯孔地 后来他的曾孙 加莱雅佐·马尼亚·斯福尔扎 将Candoria矿区的采矿权 捐给了大教堂工厂 今天我们能够在教堂里面上 找到他的雕像 还有一位重要的资助人 Marco Carrelli 他是14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 死后把财产都捐给了大教堂工厂 为了纪念他 教堂顶上的第一个尖塔 命名为Candoria 上面的雕塑是他的形象 所以说 米兰大教堂是由米兰人共同建造的 富人提供钱 市民提供了工匠和建筑师的吃喝 而穷人则出力 建造这座教堂的那些人 几乎都不能看到教堂完成的样子 但是一种信仰和团结的精神 使他们一代代的持续 这个建筑的所有部分 来自于数不清的建筑师 工程师 石匠的努力 好比是一支管弦乐交响团 他们不只是伦巴地人 还有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 甚至是来自于德国 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大教堂 正面有五扇青铜大门 门框上是17世纪的雕塑 中间的门是最早的 在1906年完成 主题是圣母玛利亚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中间的圣母莲子 右边是玛利亚在天使簇拥下的加冕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圣母领报 圣子降临等故事 左边第一道门 是康斯坦丁的米兰赤令 这个门的创作开始于1937年 但由于雕塑家米纳利是犹太人 所以一直被搁置 直到1948年门才被安装上去 米兰赤令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 和李斯尼在313年与米兰颁布的 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斥令 宣布在罗马帝国境内 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 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对基督教从迫害和镇压 到宽容和利用的政策 公元380年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开始与政权紧密结合 在新童门最上面的人物 是被封为圣人的康西坦丁一世 最底下的是颁布米兰赤令之前 米兰六位知名的大主教 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殉难者 然后还有基督教被允许以后 教徒们欣喜的场景 左边第二道门 是米兰的圣人Santa Ambrogio的故事 最右边的大门上 描绘了大教堂的建造历史 古代很多人是副识字的 可以说文盲率特别高 那么宗教是怎样传播他们的思想和教义的呢 没错 是用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形式 不论哪个宗教都是这样 多摩是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它除了建筑非常宏伟以外 顶上有3400个雕塑 200个下沉浮雕 135个哥特式大理时间塔 96个高空巨型雕塑 55个彩色玻璃花窗 包含了3600个人物 多摩的花窗玻璃是世界上最高的 展示了旧约、新约和启示录上的场景和圣人故事 这里的花窗 就像是以本用光来展示的圣经 古代的人就是通过这些来了解圣经故事的 这些花窗都是由著名的画家和玻璃艺术家设计的 最古老的起源于15世纪 位于半圆形后殿最中心 在花窗上有一个蛇形太阳的图案 代表了维斯孔蒂家族 蛇是这个家族的标志 在彩色花窗上面还有一些不同职业的人物 如金匠、公正人、调剂师等等 展现了当时米兰的社会 这个教堂有一万一千七百平方米的室内空间 可共四万人举行宗教活动 大教堂的室内中殿共有五块 一共52个室柱 象征了一年有52周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石头的森林 这些柱子和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的 哥特式教堂柱子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哥特式教堂为了视觉上空间高度的提升 会特别强调由下而上 从柱类到拱类的不间断的流畅性 而这个教堂中我们可以看到 柱子上部的流线被柱头打破了 树柱上面的拱类看起来像石头的树 高24米 直径约为3米 上面有壁龛 里面的圣人高约2米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 他们已经站在那里一个世纪了 大教堂里最重要的圣物是十字圣钉 传说这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 最早是被罗马帝国的皇后圣海伦纳 于公元327到328年 在去圣地的旅行中发现的 他将圣钉给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世 后来圣钉被献给了米兰的圣人 桑丹卢族 从1263年开始 保存在原先中世纪的两个教堂之一 1461年开始保存在米兰大教堂多摩里 在1576年鼠疫期间 由圣家路鲍戎帽保存 现在圣钉被保存在大教堂内 高空的一个金色十字架中 每年9月14日左右 会有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式 光荣十字圣架占领 首先 主教会通过一个装饰着天使和云朵的升降机 上去把42米高处的圣钉取下 开始为期三天的圣钉祈祷日 然后在星期一重新放回 举行圣钉升起仪式 传说这个机械升降机是达芬奇设计的 进入祖坛地下室 是一个角式主义风格的空间 装饰非常华丽 里面八个粉红色的柱子围绕着祭坛 顶上有精致的雕塑和壁画 地屑连接的另一个空间 是圣家路鲍容帽的遗体存放室 它的棺材是由银和水晶制成的 它曾主持部分特伦托会议 也就是著名的天主教改革会议 作为米兰教区总主教 它严格执行特伦托教令 1567年 改革米兰主教座堂 司祭席 建成天主教改革型的教堂 在教堂史内 每年都会有关于圣家路鲍容帽的画展 悬挂在柱子之间 共有56张 这些十七世纪的油画 是关于这位圣人的世纪 是伦巴蒂巴洛克风格最重要的作品 在教堂里 你会发现一个高五米 宽四米的铜竹台 这是哥特式雕塑的一个精致的代表 它的来历不明 大约是制作在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 从罗马市到哥特式过渡的这段时间 从1562年起 一直保存在米兰大教堂 在中世纪 这种类型的竹台很多 尤其是在法国的大教堂中 但现在已经不见了 米兰的这个竹台 是迄今为止 唯一保持原样的竹台 米兰大教堂多谋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建筑杰作 融会了无数精美的艺术品 希望我的这个小小的艺术旅行 会让你在看到这个教堂的时候 在惊叹之余 感受到它经历的一些历史 汇集的无数人的智慧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